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 半年 你们俩在一起半年多了 半年 我觉得你现在这种状态啊 这种感知的非常正常 而现在恰恰其实 你做出的举动呢也正常 他到底是他变了呢 还是我之前不够完全了解他 一定是后者 所有的谈恋爱的双方 都会经历这么一个变化 就是由你 对他开始信的那些点优势光环 慢慢地退去 会发现以前很多看不到 甚至于以前都是 有意识地去屏蔽掉的那些真相 只能说你现在越来越了解这个男人 他既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 也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差 是时候你该问自己 这样的男人 不是那么绅士阳光时尚 他也不是完全走极端的 像你说的那样 他就是一个正正常常的 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人 你是否能接受 你原先可能看的是一本童话书 突然发现他不是 他是一个即时文学 能不能接受 所有的女孩都会面临这些情况 男人也一样 我老婆开始看上我的时候 他后来跟我说 他特别喜欢我穿正装的那个样子 以前我是外企 他就喜欢外企范 结果实际一接触之后 我还特别爱穿休闲的 然后种种改变都是他之前所想不到的 包括他也是 之前我刚谈恋爱那会儿 我记得我以前说过 他晚上睡觉跟我出去都不卸妆的 他吓死你是吧 就是因为他想 就是把所有最完美的那个样子留给我 但到最后呢 我们却有感情了 去给他卸妆面 老婆我提打信 马老师 好 但是呢 当我们有了感情之后 当他觉得 这个男人 这点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但是有其他的优点 或者说所有的缺点 他也能接受的时候 慢慢他也在打开自己的包裹 你没有真正爱上这个男人 你现在只是喜欢 他之前的那些样子 当你现在走进他内心生活的时候 包括实际跟他接触得很近的时候 你会发现真正他是一个人 他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偶像 所以你现在就决定 是不是跟这个人一起走下去 还是说活在你的那个偶像剧当中 还是说你去追求 继续追求你的偶像 神话 但那个我觉得是很缥缈 你应该认认真真的 全全面面的去审视他 然后告诉自己内心真实自我 他我不做太多评述 因为很多你所谓 对他的优点的标签 都取决于你的判断 很多可能不正确 包括你现在给他贴上的那些 负面的标签 我也不相信 也是你个人的一种感官的那种感受 但是关键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感受 如果你能接受这种感受 并且享受这种感受 就继续走下去 好吗 问问自己的感受吧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邱老师